生障朋友拿起掃具整理環境 不管是掃地擦玻璃都能独立完成 虽然動作比較慢 但細心程度卻不輸正常人 社區主動雇用生障朋友 让育成和平发展中心的孩子 能稳定生活 但在台北市许多角落的生障朋友 却没这么幸运 我每次都带孩子到东明湖外家园 一路都看到大白铺条 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然后心如刀割 我们也希望可以贡献我们的人力 去照顾我们的家人 社会朋友 还有帮助我们的这些社工老师 渴望大家可以开放心胸认识我们 给我们多点机会 不要一直限制我们 生障者透过学习治疗也能正常生活 但社区居民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 从事将生障者聚于门外 原定去年要进驻中美公宅的文林家园 和已经进驻社区的东明湖外家园 居民挂布条抗议 让生障者家属心乳倒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有一天会符合身心障碍的这个条件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直接影响到我们社会 我们未来的发展 根据统计在所有生障者中 有超过六成是后天疾病 所导致的身心障碍 也就是你我都有可能成为生障者 社福团体齐聚台北市政府请愿 希望唤起民众的同理心 不可以那种说什么把它污名化 然后不给它进驻 我觉得这个不会符合 我们一般对 不会符合我们现行社会的要求 作为市长我是支持的 台湾也是签署联合国生障权力公约的国家 理应对生障朋友多点包容 台北市长克文哲承诺支持 生障者合法进驻社区 但该如何居中协调创造多营 恐怕才是接下来要面临的课题 开播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